嗨,大家好,我是歐吉桑 欢迎收看2022年7月6日的澳洲重点新闻 歐吉桑每日用中文报道 生活在澳洲你必须要知道的时事新闻 想要融入澳洲生活 那就赶快按一下追踪或订阅哦 澳洲联邦储备银行昨日已经宣布 将官方利率提高到1.35% 预计在第二季通货膨胀数据发布后 8月可能会再次加息 澳洲央行的行长表示 目前正在努力对抗通货膨胀 预计年底澳洲的通货膨胀率将会达到7% 未来加息的规模和时机将会取决于经济数据 好,公平工作委员会拒绝新南威尔斯政府提出 停止铁路、电车和公车的罢工行动后 雪梨人在这星期会受到大众交通延误的影响 因为目前有70%的铁路车队将会在这星期三跟星期五运营 这已经超过当初工会计划的30% 因为目前雪梨的天气恶劣 运行70%的火车工会表示是一种善意的举动 不过交通局长建议如果可能的话 避免进行不必要的旅行 好,接下来 维多利亚大流行声明将再度延长三个月 本来这个声明会在7月12日结束 但政府决定要延长到今年的10月12日结束 希望这项声明可以使维多利亚居民 能够在这个冬季降低新冠与流感病毒的传播的影响 受到卫生系统的保护 目前感染新冠病毒者一样要隔离7天 搭买大众运输工具以及在卫生场所一样需要戴口罩 最后,新南威尔斯北部已经出现两个确诊案例的白猴病患者 目前昆斯兰的白猴疫苗接种率低 一位教授表示 这种疾病容易在儿童间传播 尤其是在接种率低的区域 最容易快速传播 白猴疫苗是国家免疫计划的一部分 所以呼吁家长尽快带家里孩童去接种白猴疫苗 好,我是欧吉桑 如果大家对澳洲留学、移民或生活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们都可以问我哦 最后,不要忘记关注或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跟澳洲脱节哦